欧国最主要的公共交通梳流 吉隆坡中环车站 疫情之前每天的乘客量达到20万人次 超出负荷量整整一倍 政府正在商讨提升计划 包括在周边地区铺设更多的铁路 舒缓来往路段的交通 交通部长, Nadu Siliway加强下午出席 中环车站20周年纪念活动时透露 虽然疫情导致车站 乘客量锐减到只有以往的35% 但是也达到了7万人次 逼近了乘客负荷量 待疫情消退之后 人潮势必回弹 因此交通部正在和各界商谈 拟定长远的提升计划 交通部会从各个角度深入探讨 如何经营这个有着十几万人口的地区 放眼将中环车站打造成更繁华和完善的 公共交通心脏 另外,针对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沿海贸易政策豁免权课题 魏嘉祥,我愿回应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